拿個X1片去香港 然後在上海北京 然後都各個牙醫院 然後都去掛號去看 都說要把 然後後來我朋友介紹 就說 他有自己牙醫治這個 所以在香港好像沒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然後 在EQ上我怎麼回事 大家好 我是吳醫師 這是金先生 金先生是哪裡來 我以前在上海待了很多時間 然後後面在曼谷也待了很長時間 就是這樣子兩地跑 對在香港也待了很長時間 哦 那當初怎麼會來我們診所 因為我的水瓶製齒 把大牙 住了以後 然後去派遣 然後我自己開始在曼谷的醫院 是 對然後那醫生就說要 要4顆牙 就是把大牙醫治 連第二大救助詞 就是他本來長 第二大救助詞 然後還有水瓶製齒 水瓶製齒因為太晚拔 造成前面那個 鐵住掉了 所以那時候 曼谷的醫生說4顆都要拔 兩側對稱的 對兩側對稱的大牙要拔 除了水瓶製齒只要拔 就是大救助詞也要拔 對 然後我就被嚇到我說 就是這個牙 為什麼要拔這麼多 然後就拿著X1去香港 然後在上海北京 然後都 各個牙醫院 然後都去掛號去看 是 然後 去那麼多地方看 對 然後 都說 要把 四顆 右邊這顆可以做根管 左邊這顆是保不住 一定保不住 然後後來 我朋友介紹 就是說 有自體牙醫治 這個 對 然後我也在 對 我也在那個 北京和上海 對 都問了 對 所以在香港好像都會這樣 其實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剛好我的 支持 又是 兇手 然後就 讓他來 把我的 取代 對 因為 實際上我們 水瓶製齒我們不怕 把它拔掉 我們怕的是 我們怕的是 助亞是助到 前面那一刻 這個是我們 比較害怕的 水瓶製齒壞掉 我們就 如果助掉你就拔掉就好 可是如果他影響到別人的話 有時候 就像金先生這樣 太晚拔 有時候 有些醫生就會跟你說 就兩個一起拔一拔 因為後面那個助亞 真的是不好 不好 也不好處理 對 以後 之後也不好 我們之前也有一個 新加坡 的患者 他是摩洛哥人 對 也是因為這樣子 可是助亞沒有金先生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選擇用填補的方式 數值填補的方式 想要補起來 那今天是因為 前面那一顆實在住太深了 住太大了 那剛好 兇手 並沒有住 兇手就是 智齒那一顆 並沒有住 是完好如初的 所以 那時候跟金先生討論之後 就想說 要不要把智齒取代前面那一顆 好的 完整的牙齒來取代 這樣子 那時候還有配合 那個 鈣細胞 對 那個時候 因為 你怎麼會有 會知道這個部分的 對 屬層牙齒鈣細胞的 現在就北京和台北 然後 剛好那北京的醫師說 一定要拔掉 這個保住 然後 在台北這時候 我非常滿意 因為我右邊的 然後 其他地方說 要做根管 然後在吳醫師那裡說 就幫我做了牙齒保存素 我現在目前用的 還挺好的 還挺好的 沒有做根管 所以右側 深層的助牙 我們就是使用 牙齒保存素 就是把它保護好 肚子填補起來 先追蹤看看 你現在用起來 差不多半年追蹤下來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其實這顆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是要先 把智齒切掉一半之後的頭去掉 再來補前面那一顆 補完之後 再來把後面剩下的那一段 對 後面的那部分牙齒 來重起來 把帶細胞繩起來 對 我們就 一次之內 我們拔了 兩側的智齒 然後前面那一顆 助牙的部分 左邊下面 前面那顆助牙的部分 我們也拿下來 所以我們總共存了 兩顆 對 本來是 有一顆助牙是沒有存 就存了這顆和這顆 然後這顆 就是拔掉的那個 助掉的那個大牙 就存不起來了 哦哦哦哦 總共存了兩顆 對 牙髓幹細胞的部分 那時候後來 後來的data 量都ok 對 ok的 聽話的那個 哦哦哦哦 然後報告也是很好的 很棒 因為這個要配合那個訓練嘛 對 對台灣是訓練 然後他們的業務也有來 然後我們就是趕快 做冷凍處理 趕快去儲存 嗯 業務也有來 趕快拔下來之後 趁著還活著 趕快去做細胞的培養跟 確訓這樣子 很開心都可以幫 幫季先生把 鈣細胞都保留下來了 真的是 一次治療 鈣細胞也保存了 牙齒也保存了 牙齒也救火了 也救火了 對對對 真的是辛苦 那我記得是一個晚上嘛 那辛苦 那一個晚上就 該做的就做完了 啊就是等睡 啊等半年之後 然後我們看 椅子的 自體牙椅子那一顆 看起來狀況都很好 我們再簡單做個 痾痾痾 痾痾 然後恢復 齒液的完整性 這樣就結束治療 當然 保留牙齒是第一步啦 這是我們 最主要最講求的部分 然後用好的設備 好的器械 好的技術 來幫季先生這樣子達成 保留牙齒 最重要的 我可以學吳醫師 哈哈哈哈 真的是緣分啦 哈哈 謝謝金先生的分享 謝謝金先生 牙藥寶 找三寶